开着祭祀就是这四个字,让所有的盗墓贼看到这个石棺都往而生畏。 也是因为这四个字,才让里面将近三百件价值连成的文物,可以完整保存下来。 那么,这个石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对于考古界来说,这个石棺是一个非常神秘和重要的发现。 在1957年西安制药厂修路时,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墓葬当专家赶到石, 发现旁边已经出现了近百个盗洞,给专家们带来了极大的担忧。 因为石目九空了,然而当他们打开石棺后,却震惊地发现。 里面保存着将近三百件珍贵文物,其中有两件甚至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。 这个石棺被称为李小孩石棺,其中的李小孩指的是李靖逊。 她是一个身份显赫的女子,在古代中国女孩子如果有名有姓有字, 就足以说明她的身世非凡。 李小孩的外婆叫杨丽华,她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。 而杨丽华的父亲和丈夫都曾是皇帝。 由于李小孩天资聪明,容貌漂亮,杨丽华非常喜欢她并亲自抚养她长大。 因此李小孩从小就受到万千宠爱。 然而在她九岁那年,她和外婆出去玩时遭遇了暴雨, 导致她生病并不幸去世。 外婆对此深感愧疚和悲伤,决定以最奢华的方式安葬她。 所以石棺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凿而成,呈现出李小孩生前居住的宫殿样式。 在这个石棺中放置了将近三百件文物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是一条被称为世界上最奢华的项链。 这条项链用黄金珍珠和各种宝石编织而成, 其供一支精湛和奢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。 此外石棺内还有一件永久禁止出国展出的宝贝。 那就是一个隋朝时期的千倍玻璃瓶。 这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出玻璃。 除了这些主要文物,石棺里还埋葬了许多其他珍贵的小手镯和皇冠, 象征着外婆对李小孩倾注着浓浓爱意。 由于考虑到石棺中的真品太多, 杨丽华担心李小孩的墓葬可能会被盗。 所以他让人在石棺上刻下了四个字, 开者即死。 这四个字起到了抵挡盗墓贼的作用。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。 外婆对孙贝的爱是有恒不变的。